其实说实话 从去年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受之有愧吧 因为中国国家队的成绩在过去几年不是特别理想 包括在昨天的这个超级杯我们失礼之后 我也在犹豫今天要不要到现场来去领取这个奖项 但是有朋友发给我看了 骆明老师在大年初一发的一条微博 他在做这个金球奖评委的时候也会被人投诉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任何一件事情 跟足球相关的事情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越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候 越是需要我们所有的从业者们一起去努力 去营造出更好的这个大环境 所以我也想感谢所有的足球从业者们 我的队友 我的教练 还有包括裁判 然后我所有的对手 以及所有从事足球行业的这个媒体朋友们 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感谢一直以来 真心去支持中国足球 然后关心中国足球的球迷朋友们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